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在北美拥有2.5万名粉丝 页面下催更的评论让人感受到这部小说的火热 由于极具东方文化色彩 《玄幻小说》是中国网文出海前期的主力军 这种基于幻想的故事往往根植于中国神话传说和传统文化 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自己文化中一个很常见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很吸引的点 我们国家有一个神话传说故事的体系 比如说后裔社日 惊畏填海 跨夫追日 当国外读者看到的时候 这就是中国的东西 在以玄幻奇幻 《武侠仙剑小说》为代表的中国网文打开海外市场后 中国网络小说题材开始横向拓展 都市言情 军事悬疑等多种类型的小说开始受到海外观众关注 炯炯有妖是创作都市言情小说的代表作者 这天她在上海参加了一场与粉丝的互动活动 粉丝们热情洋溢 现场交流互动频繁 她的新作将都市填宠 复仇 娱乐圈等元素囊括其中 在海外上线后一路领跑 在某国内网文网站的国际版上 稳居海外月票榜与人气榜亚军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注重一些男女之间的感情戏吧 后来我就是渐渐的比较侧重一些 民主他自己的一些奋斗的历程 我是也去看过他读者的一些评论 说喜欢我写底下的那些人物啊 与玄幻小说不同 中国都市言情小说更多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风貌 除了个性化主人公契合了国外读者 个人英雄主义的审美习惯 主人公身上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 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故事呢 它代表的是中国的文学审美 说白了体现在文学作品上 那么就是我们中国专属的文化 对于这一点来说 国外的读者对此还是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和阅读期待的 从越南 泰国到日韩地区 到后来的美国 英国 法国等欧美多地 中国网文作品出海经历了从东南亚向欧美市场扩展的一个过程 如今中国网络文学的足迹已经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像奇典中文网在2017年就成立了奇典国际站 现在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英文原创作者已经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人 原创作品有两万三千多部 像纵横中文网 他们是在2017年的时候成立了美国风公司 2018年综合文学旗下的《熊猫看书》 在海外上线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 伴随着出海国家的不断增加 中国网络文学的翻译已经涵盖英语 韩语 泰语 日语等十几种语言 同时有数百个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组出现 一批以武侠卧的Gravity Tales等中国网文翻译网站 也开始在欧美建战 据国外进行的抽样调查 海外网文读者中 几乎每天都看网络小说的占比达到94.1% 中国网络小说对海外读者形成了强大吸引力 与网络文学在海外持续升温对应的 由中国网络文学改编的花千古 狼牙榜 甄嬛传等电视剧 同样受到了国外观众的广泛认可 同样改编中国网络小说影视剧的热潮 在东南亚也悄然兴起 我的作品一开始是电子版权的售出 然后后面到授权到了越南的影视改编 然后就是给我们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很多都是来自于网络文学穿作出来的 而美国的很多的故事是来自于漫威漫画 日本的很多好的故事也是通过他们的很多的漫画生产出来的 所以整个这一块的模式 其实为中国的很多下游产业提供了很多很肥沃的一些土壤 有人评论说中国网络文学与美国好莱坞大片 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并称为世界文化四大奇观 有这样的桂冠也必将成负其重 翻译文化差异版权等问题成为网络文学出海的潜在阻碍 翻译这一块其实是出海的 特别是文化出海非常痛点的一个地方 这一块一方面是众筹 就相当于海外有字幕组 另一块来说的话 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地寻求AI的翻译方面 能有一个突破 据我所知 有的企业开始了一种积翻的尝试 所以我也是满怀期待 在人工智能和人工结合的情况之下 也许网络文学翻译的未来 会是我们想不到的空间越来越大 在中国 中国网络文学形成了一套 以付费阅读为核心的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逐渐移植到海外 成为海外用户接受的形式 目前服依广告 打赏 众筹等商业模式 不断探索适合海外市场的运作模式 这种能够让作者短期获利的模式 具有低门槛 高盈利的特性 已经吸引了大量国外创作者 加入网文创作队伍 受我们已经带出去的这个翻译作品的这个感染和这个榜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会自己尝试去创作类似于中国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些作品 包括学习人物设定啊 学习这个写作套路啊 学习甚至他们把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人物都用中国名字来命名 随着中国网络文学加快出海步伐 海外网文市场将不断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 以网文模式为依托 伴随影视剧 游戏 动漫等IP衍生产业输出 持续挖掘中国文化瑰宝 构筑中国独有的故事体系 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